他把他在比賽獲得的獎金 捐了一台救護車 就是這一台救護車 那麼當時其實呢 他會捐這一台救護車的原因是 他要捐給的是羅東聖母醫院 他會叫做幸存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在出生之前 他因為旗帶繞緊 然後又胎位不振 所以說他的命 是羅東聖母醫院幫他留下來的 因刀嘛 就是因為這樣的字 你知道以前的人都會取的名字 就是希望說 取一個名字 希望他有幸留下來 能夠回饋於社會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當年我見到他的時候是2016年 那麼當時呢 他已經是拿下了 這個奧運的獎牌回來 但是當時是拿到了銅牌 那麼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 他就是臉很嬌小 然後其實我自己覺得啦 我好像比他還要壯一點 我們在鏡頭上看到 他其實是肌肉 比方那個大腿肌 都很結實的 但其實他很迷你 他其實個子沒有很高 就是在一般我們的感覺 包括其實 就他整體給你的感覺 其實是一個很精瘦的女生 但是他居然可以 當時他拿到的是這個奧運的銅牌 所以我那時候接待他的時候 他就是笑容非常的甜 就像你今天看到的 那他當時頒獎的時候 他是第一個上台的 他就說了 通常比賽的時候 他都是最後一個上台 但是呢 他居然可以第一個頒獎 而且他所拿到的獎 是一個回饋台灣社會的獎 他當時就在這個頒獎台上告訴大家 2014年的時候 因為他在一次練習 要準備亞運的時候 那麼因為槓鈴弄傷了他的右大腿 當時他躺在那裡 因為他知道在新訓中心 有非常完善的設備 可是當他倒在地上 他沒有外傷 然後他就是感受到那個痛苦 時間一分鐘兩分鐘的過去 他知道會有人幫助他 會有人保護他 可是在等待救護車的過程當中 他覺得這每一分鐘 都像地獄一樣煎熬 所以這是為什麼 他要把他的獎金拿出來買救護車 因為他想 你看我在一個保護選手 這麼完備的訓練中心 我在等救護車 救護車馬上就來 短短的幾分鐘 我都覺得 哇 這蛋都可以 真的都覺得 我不知道下一年會怎樣 那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那個奉獻的精神 都呈現在這邊 郭靖琳很感動的是說 他在這種高度緊張的狀況之中 包含他過去2012年的一個挫敗 2014年練習的受傷 可是他身邊的一個家人 教練 然後台灣 大家一起去支撐著他 那他這一次 給獲得了一個金牌 所以他最後一次 雖然舉失敗了 倒在地上 還是露出非常開心的笑容 因為他基本上 那時候已經拿金牌了 他在挑戰自我的一個過程 那這一年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從小的時候 在台東這邊 然後身為原住民 這樣的一個家庭 然後家境也不是很好 而且一出生 也遇到很多狀況 可是他會發現是說 我們的這個醫療體制 我們的體育學校 東體 一直去捍衛著他 那他心裡面 也有一種回饋跟感恩的心情 心靈的能量 跟肉體能量相結合 會帶來整體 整體狀況的一個穩定 以及帶來一個運動員 一個長期的紀律 以至於他遇到挫敗中 可以再站起 那我認為這是 我們可以從整個金牌當中 看到的 非常值得學習的體育精神 包括他說他退休之後要幹嘛 他說他要回家的故鄉 要賣早餐 讓這些小朋友們 可以吃飽飽 有這樣子的體力 郭信淳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他在第一把抓舉 他的抓舉是非常的輕鬆 他至少距離他的對手 大概都超過十公斤 所以他很輕鬆的 就贏得了金牌 讓我們看到了說 原來我們台灣人 在世界上面 我們也有這種 大魔王級的選手 可是很有趣的 是這個陳文慧 這個小女生非常可愛 他今年才23歲 24歲剛滿 那他是第一次參加奧運 那我看他整個的這個比賽 他一開始的時候 比賽非常非常的順利 他在抓舉的時候 他第一次試的是97公斤 然後100公斤 然後再加3公斤 變103公斤 那在他的A組的比賽當中 只有大概三位選手 全部都抓起來 生下來的大概抓舉 都有失敗一次到兩次 那沒有辦法順利完成 那抓舉完成了以後 大家知道 我們舉重就是 女生的話就是抓舉跟停舉 停舉的部分會比抓舉 稍微再重一點點 停舉的部分呢 他第一把他試的是127公斤 那第一把呢 非常順利的就成功 那第二把他要試130公斤 這個其實是他有能力 因為他在這個亞洲杯的時候 他曾經舉過131公斤 他有能力可以試這個130公斤的 可是呢 他在第二把的時候 他一舉 結果那個重心沒有穩 那就就槓鈴就掉下來了 所以他當時就相當緊張 回到這個後場的時候 跟教練交換一下意見 再次的上場 時間非常的短暫 那第三次的第三把這個試舉 他試舉了是131公斤 還是這個沒有成功 那他就相當的難過了 他就回到這個場上 因為比賽不管是郭信淳的這59公斤級 或者是陳文慧的這個65公斤級的 事實上都是出現一個 當世界冠軍或奧運冠軍跟二三名 其實他們的成績是有一段的差距 的那是 9 9 8 teams 那是 9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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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0 10